入清凉境生欢喜心 大家好 我是高一范 欢迎来到清凉境 禅宗六祖慧能法师 是我最喜欢的一位高僧 他一声弘扬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 他所写的谈经是唯一一部 不是佛陀所说 却贯之以经的著作 下面的文章 是我特意用诗一般的语言 来记述六祖慧能的一生 文章虽然采用了文学性的语言 有少部分内容是符合真实的虚构 但大多数所用的素材 来自史料记载和六祖谈经 我现在分享给各位师兄 请多指称 暮色中的东禅寺 弥漫着黄梅特有的恍惚气息 少年慧能 深吸了两口这熟悉的气息 就像吞进了西江的烟箔号表 庙门旁的小溪 蜿蜒而前 一些溪水 溅到了岸上 不忍离去 仿佛在留恋 岸边黄梅的方向 慧能年轻的面旁 跟往常一样平静 可内心 一如那小溪 百转千回 慧能心想 我要走了 到比那远方 还要远的地方 那里还会嗅到 黄梅的暗香吗 西剑是水的迷宫 森林是树的迷宫 众生是我的迷宫 我能走出这迷宫吗 慧能三岁丧父 在父亲临终的眼睛里 慧能看到了死神的笑叶如花 听到了死神的软雨温存 死神仿佛在说 终有一天 你也会来 慧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 但他咬着牙 说完以下这句话 是的 我会来 但我将不再怕你 说完这句话后 慧能便永远失去了他的父亲 也陷入了对死亡的无尽猜想和恐惧之中 村里住着一位道士 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往燃烧的火炉里添着柴火 为了养活母亲 慧能便采桥卖柴给这位道士 有一天道士对慧能说 你跟我好好修炼 我有办法可以使你长生不死 道士的话像屋子里拱的味道一样 怪淡而神秘 慧能说 不 我不想长生不死 我想找到一种办法 使我不怕死 在少年慧能的眼里 对死亡的恐惧 比死亡本身还要可怕 对死亡的猜想无始无终 近乎迷恋 这使慧能终于走进了东禅寺 走进了禅宗五祖 红忍大师遥遥期许的目光里 那夜月鸣如水 撂落的星辰在夜空中写满了关于莲花的秘密 等着有人来破解 五祖红忍在他的方丈势里 偷偷地为未来的六祖讲说金刚经 当宋道 鹰无所住而生其心时 慧能如冷水鸡头 一下子愣住了 他若有所失 若有所得 时间的那头 释迦牟尼端坐终极 仰望天际滑落的那颗流星 仿佛触到了东方震荡的一个少年清澈的目光 时间的这头 这位少年威和的双眼 在无限的时光尽头 徐徐扩张 洞穿了矿骨的不宣之秘 慧能不由赞叹道 何其四性本自清静 何其四性本不生灭 何其四性本自巨足 何其四性本无动摇 何其四性能生万法 五祖红忍听到之后 他知道 慧能的赞态已经道出了世出世间的所有秘密 灵山法会的拈花和微笑都已经水落石出 不复神秘 仅凭这声浩叹 慧能便以脱胎换骨 终将成为东方佛教最伟大的宗师 远方的风雕塑着群山 雕塑着宇宙的茫茫沉思 慧能那必将踏遍天地玄黄 日月红黄的角旅 现在倾踏着这静若沉船的逃亡之路 落旁的一株菩提树被雷击后明明如炬 以惨败的躯体 向着一翼孤行的流云 演示着庄严的姿态 仿佛在叩吻苍雄 也像在诉说真言 慧能想 他也要像这种野生植物 把自己燃烧成东方最壮丽的图腾 一念至此 悟空一切的慧能 便觉得自己依然煽气腾腾 体内的血液在烈烈丝鸣 肩负的一波轻盈如雨 他们清楚 由一双手到另一双手 他们在传递着灵山法会的所有信息 而在这个东方少年的肩上 他们将仰乃自己辉煌的终结 一波在慧能的肩上 秋歌一样的躺着 宛若宗教征程上 沿着的圣洁泪滴 在默默的等待中折服 一波所引起的纷争 却由东产寺 向这条山路顽强的蔓延 众多的追逐者中 航武出身的慧明 最先拦住了瘦弱的慧能 交出一波再走 慧能轻轻地说 他只是一件袈裟 一只空波 你要他们做什么呢 慧明说 他是西天达摩传下的宝贝 据说拥有者将不再惧怕死亡 慧能从慧明凶悍的眼光里 看到了三岁时的自己 慧能笑了 死神也在旁边魅惑地笑了 那你拿去吧 慧能解下肩上的衣钵放在地上 他说话的语调让慧明感到像他们的红忍师傅那样慈悲 身强力壮的慧明 始足全身力气 竟没有使地上的衣钵 挪动一丝一毫 慧明手足无措地望着慧能 你放不下 又怎么能拿得起 慧能边说边抖落开袈裟 披在自己身上 朗然说道 慧明你听着 我要跟你宣说关于生死的全部秘密 我要率领你们征服不可一世的死神 慧能的南方口音 鱼音鸟鸟鸟 横贯日月 死神的笑容纷纷崩裂 零碎地跌落在慧能的脚下 天空的云朵急忙汇聚成莲花之行 五毒幻象如落影缤纷 仍保留着五位祖师体温的袈裟 则向远方自意地蔓延那炫目的菊花 慧明如被雷击 躺在地上 终于完成了对死亡的一次蔑视 度化完慧明后 慧能逃到了广东西部的崇山峻岭中 与一群猎人为伍 这里的高山 助力如万载的茫然沉思 这里的林木 浸透着静的意志 这里的动物都似在梦着朵朵白莲 因此 每当慧能看到猎物闯进网里 都把它们悄悄地放生 从这些猎物的脸上 慧能看到了父亲 临终时的眼神 每次吃饭时 慧能从不吃肉 猎人们问他 他便说 我只吃肉编菜 猎人们便笑了 慧能也笑了 在猎人堆里 慧能一待就是十五年 这十五年里 慧能是这片土地 稀有的居住者 一片落叶 一抹枯枝 一地残虹 都会让他唏嘘不已 他知道 他眼前的一切 无不写着 无常 因果 缘起 清清脆竹 无非般若 玉玉黄花 皆是法身 因此 这十五年 是慧能温习佛法 保认佛性的十五年 在这期间 慧能完成了 广度众生 为人天师的准备 后来 慧能在南海法性寺 看见金帆飞扬 看见来自 尼连河畔的信仰悠 凌驾于蔚蓝之上 他便开始了 他传道事业的 狮子出后 风帆之意 慧能说 不是风动 不是帆动 是仁者心动 后来 慧能率途中 在曹西宝林寺 以一席袈裟 进照曹西寺境 曹西之法路 由此 得以择披天下 后来 慧能在 韶州大范寺 登坛传法 法语绵绵 慧成六祖谈经 顿悟法门 于是流传千古 后来 慧能在 新州国恩寺 见到了他三岁时 见到的死神 那年慧能已经 七十六岁 死神的如花笑叶 一如既往 死神说道 我说过 终有一天 你也会来 慧能笑了 我也说过 我会来 但我将不再怕你 慧能涅槃千话之时 经中记载 异乡满世 白红主地 林木变白 勤寿哀鸣 至今 禅宗六祖 慧能的不坏肉身 仍然保存在广东的南华禅寺 仿佛在提醒人们要铭记 一段禅乡绕梁的悠悠岁月 一席超然绝尘的 飘飘僧衣 一直在历史的 款款褶皱中 盈盈飞舞的际遇 菩提 本无数 明镜 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 惹尘埃 好 关于我写的六祖慧能的文章 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高一范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